從現在回頭來看 我覺得我並沒有真正的後悔 當然日子會比較難過 這是一件事 當我找到那個事情的意義的時候 我可以站起來 那就可以了 至於說其他的人的一些眼光 我比較信任到是我老婆 孩子在四歲半五歲左右 女行那個提到為什麼是 其實原因很簡單就是 因為孩子和我比較親就這樣 那如果他辭下來 持續工作他來帶的話 那孩子光到再重新適應那個階段 我們剩下的時間不多了 壓力最大的 有幾個啊 一個就是我跟我太太 我們兩個要想出一套解釋的方式 解釋給全世界的人了解 尤其老一輩子的 他們雖然說會接受 那是因為他們只能接受 可是你從他們眼神 你就根本就知道說他們就是 你怎麼可以讓你老婆來養你這件事情 後來我們就決定不解釋 因為他們不會懂 我們試著在尋求我們孩子的最大利益 他們試著在做社會期待之下 能夠滿足的事情 阿阿阿阿阿 不行 你要說爸爸哥哥看一下 到了 好吧 拜託 我們就發現有狀況 突然覺得孩子變得非常好帶 好安靜 然後 好吃好喝好睡 他本來就壯壯的 那種安靜實在太奇怪了 做完評估以後 就出來就是那種 全面性發展磁環 中文寫得非常有禮貌 就自然這樣來了 然後再這樣 哥哥他也有雅思 人家就變成說 冰和火同時在我們家都有 其實之前已經閱讀很多資料 或者書啊 或者說網路等等的 就想說 管管跟他拼了 因為不講話 這個事情實在太嚴重 那起先的頭半年 就是 沒好 一點用處都沒有 就是還是不說話啊 夫妻關係發生一個重大問題 在工作持續以後的 的那個半年 就是表面上大概風和日曆 可是很明顯的就是我們就是越來越遠 我們在孩子的那個情況下 其實我們是在不自覺的 像溫水族青蛙一樣 漸漸進到一個非常高壓的環境 我覺得我們家最低谷的時間就在那個地方 後來我們去參加天子星 他們就辦一個要去騎腳踏車的活動 那個時候我就問我 我的太太說我可不可以去 可是那個活動至少要兩天 總而言之就是我可以去 你知道這對我來說意義非常大 我嚇一跳 然後我想說你怎麼還有注意到我的需求 我們其實還可以很近 我們從18歲就在一起啊 那一年的時候你怎麼會長 早上以前會送孩子 跟我太太去學校 對然後大概七八 八點半左右會回到家 然後回到家以後就開始讀書或寫教案 因為晚上可能要教孩子 對要負責煮飯 我是個小氣的人 因為我覺得外面買東西好貴 一般大家習慣媽媽要出現的地方 都是我去 像去醫院啊 曾經有問一些 我覺得她很想要知道說 你太太是不是 不可以你自己帶去吧 對 之前她就會 如果我們帶她出去散步 她可以不回頭 一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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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會恐慌說 她為什麼對家裡的人 一點感覺都沒有 目前最強烈到 會讓我留意 就是之前講說她的那個回頭 因為她那個回頭 對我來說就是 我開始覺得 她就讓我當她的爸爸 我以前帶我們家老兒去做捷運 你要花好久好久的時間 因為她會大叫 她會吵鬧 然後旁邊有一些人就會側目 翻白眼啊 會瞪你 那剛開始對我壓力都很大 漸漸的 我覺得我自己找到了某一些價值 我就會特別的說 對不起我的孩子是因為她是如何如何如何 就是她有自閉症 我希望說 在這個車巷如果有一個人可以了解 也許我的孩子以後的生活可能會更好 那你們對這兩個孩子來對待一個事情是什麼 哥哥的話我比較擔心他在心理上面或者說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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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基本能力是不足的 担忽性是不足的 養– segunda 有她生活自理的能力 對 然後至於更遠一點的 唉 悲哀的说 我不知道 我只要活着 比我孩子多活一分钟就可以 父亲这个词 可能包含很多文化的需求 还有众人的期待 当你的伴侣说 你可以 我会陪你的时候 对我来讲 我就什么都敢 我不再会认为说 我好像应该出去 打拼啊 我的事业可能就是 让我的孩子 或极其相关的 类似的状况的人 如果我的意样 可以让他好一点点 那我就觉得 可以值得去做 我来说 你 哈哈哈 太厉害了